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星期五再穿过1.6厘 现在仍在接近1.6厘左右 看到上星期四巴威尔出来的说话 其实都令到市场很失望 完全无助债息降温 看到美国方面 其实还有一些挺英俊的数字 美国2月的非农就业人数 增加了37万多 失业率胜过预期是6.2%左右 还有今个星期要看美国参议院 应该会通过19,000亿的疫情救助方案 很快就会由众议院表决 其实看到债息继续升 还有这么多漂亮的数字 Aaron 其实市场是想怎样 是否都想按住债息 反而是想测试一下联储局的底线 因为我想债息升 其实今年大家都预计是升的 不过就升得太急 市场自己有点害怕 因为由1月升穿1厘这个水平 你说现在3月份去到1.6厘 其实短短一季升了60% 其实幅度是相当夸张的 当然大家担心债息升引发通胀的预期 也都进一步想担心联储局 会不会提到收水缩表等等的做法 我想在现在市场上可能就在看 究竟联储局有没有什么表示 例如说去到某一些水平 会不会触发到联储局的神经 就说可能在债息上面 假设就说可能买一些长大 尝试去按一下债息 大家就知道联储局的底线就是这里 我想现在市场是在找着这个线索 但是实际环境之下 我想大家又不预期今年 尤其在上半年或者甚至第三季之前 就这么快说缩表收水 因为始终经济还是很多不明朗因素 炒复苏 但是现在其实都是 是不是算是复苏的初期呢 刚刚才叫做疫情有少少起色 但是始终疫情未完全消散之下 我想大家都认同就是联储局或者政府 其实都仍然帮忙去谷一个经济 但是这次当然谷经济的重心 应该就是责任在政府上面 所以你看到刚才你提到的 刺激经济方案 或者是每一个国家其他的 補贴的计划等等 就比较关键一些 但是联储局计不继续放水 或者其他央行 是不是要继续加码量宽 我想市场上就没有什么期望 但是你说在经济未回 未是过热的情况之下 这么快说收水 市场我想都不期待在上半年会发生 所以我想现在的目的其实都是想 等联储局给一些暗示 或者给一些实际上的手影 可能让大家知道它的底线在哪里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很正确 就是上星期鲍威尔的言论 市场很明显不太收货 觉得找不到他们心目中想要的答案 其实有人说鲍威尔见到他的言论 都是未令市场对于通胀的预期降温 有人说为何鲍威尔会这样说 就是因为市场上未见到一个真正的压力 Tristan 你又觉得是吗 如果你说鲍威尔这方面 其实是真的从联储局的角度来说 应该说是真的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局面 因为如果你说你提早收水 甚至是缩表加息 其实现在基本上来说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如果是真的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你和你之前一直以来提供的一个前瞻指引 就差得太远了 这是其中一个因素 而且如果你真的说要提早缩表打击通胀压力 但其实如果你提早收水 其实你最直接的效果 反而是有可能令到债息继续升 因为如果你真的收紧货币政策 理论上来说 你的息口应该是更加紧张 所以其实这个方面的做法未必是真的这么可取 但如果你说又真是为了压低债息 而继续扩大你买债这个规模 其实有可能同一时间又会继续推高市场的通胀预期 令到债息继续升 所以现在为什么说两难 就是其实联储局无论是做直接的放松 或者收紧的动作都好 其实都不见得债息是真的会配合它的一个决定 所以其实我也同意 如果说现在可以做的话 我相信未来最有可能会出现的 就是所谓的一个扭曲操作 在不再扩大量化宽松规模的条件之下 是买少些短债买多些长债 甚至买少些按揭底下证据买多些长债这一方面 其实你总共的量宽规模是不变的 但是你如果是买多些长债 即是在结构上作出一些调整的话 就有机会是对长债的一个知识上升 是构成是一定的回调的作用 是希望可以产生一些控制 但是Tristan 你觉得这个扭曲操作 大约何时会退出 因为其实今次鲍威尔出来说话的时候 其实市场已经预期它会有这个扭曲操作 还有其实见不少分析都说 这个债息方面其实1.6左右已经见顶了 你觉得会不会在1.6的附近左右 还有联储局方面会进行这个扭曲操作 还是你预期这个债息会不会继续向上呢 我想如果说真的都不需要做太多传测 因为其实3月份来的一次是公开市场委员开会 我相信就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指引 会不会做扭曲操作这一样东西 但我想如果说是否真的债息会继续这样升呢 我觉得短期之内很明显是真的有压力的 因为你见到其实无论通胀预期在升温和就与市场的数据 都是比预期好 但这个是否真的可以持续下去呢 我都是抱有一定的一个怀疑态度 因为你如果说回刚才我们提到上个星期五的飞龙职位报告 好像是很好 跟着增加了三十几万份是远超市场预期 但其实你见到总数里面那三十七点几万份 其实有其中是三十五点五万份 或者超过九成三的一个比重 都是因为很多服务业这一方面重开 这一方面令到是请人的多了 例如是餐饮、饮食或者是酒店等 其实见到很明显是之前我们是一月、二月 见到其实拜登正式上台之后 很多民主党的周分都是非常配合 是很快地重启的一些经济 或者是放宽了一些是对服务业的一个限制 所以其实这一次的飞龙数据表现好的话 虽然说是很多市场预期 但我觉得其实本身应该是市场应该也是知道这个字 因为其实的确是很多服务业这方面重启 肯定会带动一个新增职位的上升 所以其实这个是不是真的代表 你隐藏的一个经济动力就突然间是增强了呢 我就觉得未必了 所以说长期来说 我相信债息这方面未必是真的会 还是一直维持上升的一个动力在 市场来说 其实现在还是一个观望的态度 不过未来见到今个星期 就会见到这1万9000亿的方案 将有可能通过 而且还有一些CPI的数字 Aaron 你觉得在短期之内 市场对于债息方面的看法又是怎样呢 我自己就倾向相信联储局或者财长耶伦的言论 其实耶伦在1月上任之后到现在 先后几次都说得很清楚了 其实今年谷经济我想是他们首要任务 后遗症其实他们也明白 例如包括通胀可能会升温 也都可能是美国的财政赤字 会的压力越来越大 但是这些就是后话 起码第一步先谷经济 所以你说会不会这么快 被市场骑劫到呢 我就不是很相信的 但是我想市场在看什么呢 当然就是看一下债息的变化 都仍然有关注 因为其实债息都升了整五个星期了 那这个星期呢 其实你见星期三四 都有一些比较十年期啊等等 有380亿左右的债券要拍卖了 那我想市场上面看一下那个反应 就是究竟 就是除了股联储局何时出手之外 就看市场对这个债券价格的反应 我想都是市场关注 因为我想大家想回 和刚才Tristan讲的都有一些迟的 就是你说可能的债息 因为上年同期呢 你见其实曾经下到去 例如0.5厘左右 那当时其实可能很多的 做定息产品或者基金呢 就迫着呢 是因为你买债券没有什么回报 那可能你迫着是要由债 转回去买股票 可能假设买 举例买一些内人股 可能那个回报都更高 过你买一些债券的 但是现在你看回债息上一些 相对地叫合理一点的水平 其实还是偏低一点的 但是可能这笔资金呢 就会考虑一下 不如我不去博了 因为它的债息现在去到 大概1.5、1.6厘附近呢 其实开始和S&P的平均股息率 是差不多的了 那无谓它无风险 可能就回流回债券 这个我想是一个很正常的 资金调配的动作 但是会不会触发到 本身一路投资开股票 都宁愿是 不去没风险了 不去买股票 不如去买股票 所以买债券呢 我想暂时未触发到这个水平 因为你看例如DAO等等 平均股息率 还有大概2.3、2.4左右 就是还有少许的距离 所以这个星期的拍债反映 我想反映着 其实投资者对债券 会不会重新有点兴趣 随着债息上升之后 会不会大家重新 不如我也有点兴趣 宁愿相信美国政府 不会违约 继续买一些 就叫做 risk free 的一些资产 去收回稳定的利息 hold到到尾 但见到其实上个月底 就拍卖7年期债券的时候 其实那个需求就创了30年的低位 Tristan 你觉得今次这个需求 究竟会在这个市场债息涨的时候 需求会大些 还是都会好像7年期那样 需求会比较低呢 其实如果你说见到现在市场的反映 需求应该说未必是真的会太好 因为你见到其实大家都还是很明白 现在债息是真的前一段时间 是急升得这么急的情况之下 就很明显你升得利息急 即是等于说价格在下跌 即是等于说其实你的供求关系方面 其实需求就真的很明显是减弱了 很明显如果你说真的大家买一样东西 买了之后有可能它的价格会下跌的话 首先就未必是真的这么旺盛的一个需求 你短期之内见到 其实现在那个油价 我们是很明显是见到最近都是升得比较快 跟着其实的确是真的会商品价格这一方面 会是拉动了一些通胀预期 所以说现在见到通胀预期 我相信有机会都是继续高期 即是如果你说通胀预期还是徘徊在高位的话 就有可能导致对国债的这一方面 是需求或者反映就未必真的会那么好 即是可不可以说其实那个市场 都在找那个资金可以去哪里 因为另外其实还见到 沽空十年期国债方面都创了 就是说2016年之后而来的新高 会不会其实资金又走了去沽空市场那边呢 我想这里是其中一部分 但我想衍生工具这方面的资金 未必是真的会主导整个市场 但其实很明显都是会反映了 真的大家对债市这方面的一个看法 因为你沽空十年期国债很明显就是沽空 即是等于说希望它之后的价格会继续跌 如果价格继续跌的话 就是那个资金就会继续升 很明显其实都反映了 如果现在市场上对这个利率升温这方面的一个预期 或者是准备的 其实就的确是越来越明显的 其实都真的会和这个通胀预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直接关系 如果大家真的见到大众商品价格 都是一直在比较上升的一个趋势 但是我们刚才提到 你现在的经济方案刺激 每一次都说的是以万亿美元来做单位的话 那就真的令到通胀的压力 相信会是升温 在这种局面之下 其实就很难看到 真的对国债方面有一个太好的一个迎购反应在 那些资金可能留在商品方面 其实可以说一下油价方面 因为看到油价其实上个星期一度在高位那里整固 不过看到OPEC加以外维持的产量不变之后 油价都升了 加上最新听到就是在沙特阿拉伯方面 有个石油的设施遭到武装攻击 看到报友纽友都胜穿一些高位 Aaron 你觉得刚才有一些消息令到油价升 现在再有一宗集击的消息 油价会不会继续冲高 还是纯粹在这一下的冲击 我自己觉得这些消息可能刚好也都在合適的时间上曝光 当然你可以继续说 撑着油价在高位 但是始终的油价都升得比较急一些 我其实刚才有提过一下 现在的复苏其实也是一个很初期的阶段 因为一月份的时候 你看到当时的疫情还是很严峻的 很多国家还是重新一个最高级别的封关 现在你看到新增确诊数字开始受控回落了 陆陆陆陆陆陆的国家开始籌备一个解封的路线图 举例可能是英国为例 可能分四个阶段 目标就去到六月左右就是全面解封 所以你说经济活动 是不是已经叫做回复正常呢 我觉得暂时还不是 但是油价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觉得它未必支撑得很久 因为始终现在经济的复苏 就是需求是不是真的那么暢旺呢 其实还不是完 但是可能大家提早炒定一个复苏的预期 也都炒定一个可能因为基数低 就是有一个报复式的消费等等 但是我想油价要持续在高益这么久之下 其实你说再要找一些新的推动力 再推上去 我觉得有点难度 反而所以刚才我提 就是留意这个星期的拍戴的反应 也都是我自己反而我有点点另一个看法 就是因为刚才你提到上个月 7个月的債拍戴 因为当时的债息都未是真的可能去到很吸引 但是现在你再在这几个星期的变化之下 值得去关注一下 有没有资金重新流进去 那我就觉得暂时是可能在这些位置 要先整顾一下 无论是油价或是债息都先整顾一下 是 那我们谈着这么多 现在先休息一会 欢迎回来 节目时间这一节先和大家讲一下 一些中国的外贸表现 今年首两个月 中国的外贸表现是软胜预期的 出口的升幅是26年来最大 见到其实中国的数字叫做升幅多了很多 但是是否因为上年疫情之下 基数太低呢 如果是这样 今年会不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升幅呢 Tristan 我想其实基数是一个原因 但其实你如果看回整个趋势的话 不要只看去年 其实2019年的表现就已经不好 因为当时是中美贸易磨擦 是比较激烈的时候 接着到了2020年 就第一季受到疫情打击 第二季供应链还未调整得过来 但其实你见到从2020年中 或者6月份开始 很明显中国这一方面的出口 就已经是出现了一个 比较明显的复苏势头 其实都是一直在逐渐抗大到 双位数的一个同比升幅 所以说1、2月份的这个表现 当然基数是某一些因素原因在 但其实相信都是继续延续了 中国这方面是出口的一个强劲表现 因为你见到如果你说全球主要的 制造业或者出口割的话 其实中国始终是积累了对抗疫情的 一些优势和经验 而在产业链的复苏程度和完整性 都应该说很少其他竞争对手可以相比 所以应该说今年未来的余下时间 都应该还会继续出口一个 比较强劲的一个复苏表现 但这个强劲的复苏表现 可否抵消到因为美汇和美债方面走强 令到中国的企业做外贸的时候 的成本增加呢?Elon 我想你见到如果你刚才提到的数字 当时的背景就是中国人民币 其实都是稍微比较强势的 人民币的那个升势 是由上年疫情 就是说3月之后 我想开始你见到7.2见底 其实一直都是保持比较强的 如果你说近期可能 这两个星期美金开始 短线反弹下的话 人民币有少少压力 反而我想继续是对出口 反而是比较好一些 你见到人民币偏强之下 其实出口表现都不是特别差 如果你说反过来看 就是稍微弱一点 可能更加帮助到 我想最主要是今年现在的变数 就是疫情是什么时候 真的可以刺激到经济 就是过去 什么时候刺激到经济的复苏 因为外贸其实很视乎 其他国家对这些商品的需求 现在市场由去年11月有疫苗面世之后 其实已经提早在憧憬这个经济的复苏 那可不可以真的变为事实呢 还是会有些落差在那里 因为我自己其实最初担心 第一季的调整出现 这个源头是来自于 就是会不会疫苗 控制不了变种病毒 或者就是现在接种疫苗之后 会不会有些副作用会发生呢 那结果市场 就是调整的原因 原来是担心债息 反而你说对疫情上面 这些这样的变数 原来是市场还没有很关注 所以如果你说 真是假设疫情是可以有效控制 而经济回复正常 反而对中国的出口来说 应该都算是比较正面一点 其实除了中国之外 美国都出了个挺好的贸易数字 就是贸易逆差 轻微扩阔到682亿美元 其实都是高于预期的 商务部方面 主要是因为一些消费开支大幅回升 都带动到一些商品进口增加 美汇方面 看到指数之前回落过 又升回到92水平 接下来看到19000亿的方案 很可能会通过 这些方案通过之后 对于美汇方面 走租有什么影响呢 Tristin 我想最主要是看最近的反弹 主要是看美汇方面 在债息抽升 其实使息差这方面 其实美元的息差 和其他主要货币相比 就有一个正面的作用 我想其实如果真的贸易的逆差 就都预料了 美国一直都是双赤字 即是大的贸易逆差 和真的财值赤字 都非常之庞大 其实这两个本身 对美元是不利的 但其实正面的支持作用 主要是看到息差这方面 的确是抽升得比较快 就令到它和其他货币相比 有了一定的吸引力 我想这一个应该是最重要 值得关注的一个因素 谢谢两位 节目时间足够 明天同样的时间 继续有一期一回再会